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 但是人生有了它 就必定有祝福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就永远不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读初中就加入帮牌 小时候有一个英雄梦就是当老大 我要人家怕我我不要怕别人 在黑道打滚 歪试造尽 我就试了它两刀 我还没有吸毒以前 我先学会贩毒 曾经坐过四次监 你们知道吗 我还请人把毒品弄进监狱 他们就会把一个铁链 那个脚链就把人填在脚上 他的英雄梦何时才醒呢 我如果厉害 就不会让我坐牢坐视词 我如果了不起 我就不会让那么多爱我的人 有这么多伤心的眼泪 这里是西子湾 是台湾南部高雄市西边 一个著名的海湾 西子湾拥有海天一色的游闲美景 也有轮船频繁进出的城市动感 在这个地方可以见到 另类的城市景观 远眺平静的海面 倾听轻游的海浪声 或者观赏海水拍打潮石 所激起的浪化 都会令人不其然 想起过往的生活点滴 居住在台南的陈正修 就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当他就读初中的时候 他就开始接触帮派 本身我的环境就是一个帮派很多的环境 很多赌场就在我们的旁边 很多老大黑社会的兄弟 都在我们的家门口进进出出 我又去读一个很多黑社会老大的儿子的学校 大概那时候我国中二年级 我们有一个国小同学会一起出去 但我们有两个国中 都是很多黑社会的帮派的分子在里面 那我们这个国中遇到那个国中 我们打起来就有点打群架 但我被打得很厉害 他们人比较多 所以好几个人就把我打打打 穿那个皮鞋很硬的皮鞋 把我头踢到这里一块那里一块那里一块 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报复主义 我就去跟大哥讲跟黑社会的大哥讲 他们就给我一把刀 然后告诉我就去杀他吧 我真的带了那把刀我就去找人 虽然那次没找到 不过我就有一种想法 那么是不是我应该进入黑社会 我如果当一个流氓 大概人家就不敢欺负我 我要人家怕我 我不要怕别人 我就有一种想法 我如果今天可以成为老大 那我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那所以小时候有一个英雄梦 就是当老大 老大就变成我的梦想 15岁多 满15岁我就加入帮派 那我也赤金 那到了那我真的就在赌场 就在赌场进进出出 一开始我先帮老大 买檳榔 买香烟 买一些东西当跑腿 陈正修15岁就加入帮派 成长在帮派充职的台北三重区 他就读小学的时候 成绩都是头三名 但是到升初中的时候 正修入了一间学生背景 比较复杂的学校 结果初中就绝学 而且走上一条不归路 后来因为通缉 因为赌场被抄 我离开那个赌场 我就躲到一个餐厅去 但是躲到餐厅没有多久 毕竟我有黑社会的 在黑社会的个性 所以有一次我在餐厅里面打麻将 我就跟一个经理 那个经理比较壮 他那天喝醉酒 那他去他赢了钱 还骂三次金 那我讲听听听 我已经输了蛮多钱 我就很生气 就把桌子翻了 翻了当然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之后我打死他 我被他吹了好几拳 我更恨了 所以那时候就拿了一把 我们那时候用的凶器叫扁钻 我就等他快要下班的时候 等了他半个小时 被我等到 我就赤了他两刀 结果正修被警方拘捕 控以商人罪 后来对方愿意和解 再加上他爸爸利用了 金钱和人事关系 所以正修得到较轻的判刑 但是他出狱之后 我那时候想我患了这个罪 老大一定会喜欢我 大家也一定会看得起我 我那次关回来 我不到18岁 就开始在赌场里面 可以分到一些钱 毕竟我患了罪 毕竟我以前有跟过老大 所以在赌场 老大的赌场里面 我可以分到一点红 我不用再数钱 我不用再去跟人家买冰囊 不用再去买酒 而且我常常可以上那个赌桌 跟人家赌博 我有一个晚上输了很多钱 三十多年前 我输了台币十多万 我就想应该去找钱 我就问我的黑社会朋友 我们怎么样赚钱比较快 贩毒比较快 我说能够有多快 那贩毒 你花五万块 你大概可以赚个十万二十万万块 我想这个容易 我就决定 决定走这条路 所以我在18岁以前 我还没有吸毒以前 我先学会贩毒 一开始也真的让我赚了一些钱 后来我越贩毒 其实就越没有赚到钱 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身边越来越多吸毒的人 跟我在一起 而且是我帮派的人吸毒 我就请他们 因为我是扣过这些人去贩毒的 所以我就养了很多吸毒的人 他们越吸越多 好像吸我的毒 好像把我当作傻瓜一样 一直吸一只吸 所以那种念头我心里想 都你们再吸 不如我自己吸一点 有点毒气 但也有点好奇 所以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想我试一看 我吸毒的念头 跟很多人是一样的 我想我是可以控制毒品的 其实我用的这个毒品 没有想到 一次用 两次用 三次用 以为能控制它 没有想到它控制了我 后来 正修在服兵液的时候 受到毒品的影响 再次闯和 所以在军中的时候 我又因为吸毒 把自己的军力的生涯 弄得非常的复杂 一发生事情 我就很容易冲动 也很不客气的 要跟人家拼命 其实我们才二十多个人 关紧闭室 我可以在那里 跟那二十多个人一起暴动 就是很自甘堕落 很自暴自弃 觉得自己的生命 没有什么意 活的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价值 我也跟我的连长 就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我就打破它的玻璃 然后也抓了一块玻璃 本来我要追它的 后来我清醒了之后 我就拿那个玻璃 往自己手上割 因为违反法纪 正修曾经短暂入育 服役完毕 它仍然被毒品捆绑住 其实很痛恨自己 照相的时候 连看自己都很讨厌自己 所以那个讨厌 讨厌到这种地步 真的想说不如死而算了 所以有一次就把那个毒品 因为我自己犯毒 所以毒品很多 我把量用的很多 那一次没事 不过门被撞开 人就黑掉了 就抢救回来 又有一次 其实有一部卡车停在路边 因为很暗 那我以为它在动 那时候我吸毒 结果快撞上的时候 后来才发觉 它去停在那里 你们猜我做什么选择 我就往卡车给它撞上去 因为有一个链头闪过去 我只能死而算 正修这一次致残的行为 令身体多处受伤 当它康复之后 它又再一次吸毒和反毒 结果第三次被监禁 第三次做到我也很惨 我那时候被误会 我是一个大毒枭 因为我拿到了海洛因 马会的砖款 除了他们大阵上来抓我 之后的时候我不懂 我年轻 那时候二十三岁 我就挣扎 所以在那过程当中 受了一些伤 然后呢 我又毒影花作 那我妈妈又来警察局 她就哭 哭到跪倒在地上 但我就当然很难过 连我自己的母亲都跪在地上 我就用头撞枪 那天我在 我在警察局情绪失控 出狱之后 证修仍然死性不改 结果两年后 他不单止再次被捕 而且更在监狱里挑战法纪 我还请人把毒品弄进监狱 那么 在监狱被收到 我有毒品 还有一只注射针筒 那时候二十六岁 第四次坐牢 我前面已经坐了 差不多四年多了 这次被抓到了 我还把毒品弄进监狱 所以就 在监狱里面 两种人会被钉脚疗 一种叫死刑患 一种就是严重违规的 他们就会把一个铁链 那个脚疗就把它钉在脚上 我就这样钉的那个脚疗 钉了七八个月 我当然就清醒过来了 我就想到我的妈妈会来看我 那时候谁都不能见我 那主管就会跟他诚实地讲 你的孩子 把毒品拿进监狱 在监狱里面吸毒 我就想到这样的时候 我忽然差一点装强 我就想 我进到监狱 还要让我妈妈哭成这个样子 现在就很内疚很值得 这件事情让我 比较愿意诚实地面对 我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我如果厉害 就不会让我做劳做事吃 我如果了不起 我就不会让那么多爱我的人 流这么多伤心的眼泪 这儿是台湾南部最繁华的城市 高雄 高雄市拥有不少现代化的建筑 摩天大厦的数目是全台之冠 高雄市也是台湾南部的交通书楼 其中轨道运输包括火车、高速铁路和捷运 这个美丽岛捷运站的独特设计 成为了一个公共艺术作品 高雄市有一个著名的景点 爱河 今天的爱河 和2000年前有很大的分别 以前爱河因为受到严重污染 惡名超章 后来经过整治之后 爱河就成为一个散步休戏的好去处 和爱河一样 正修的生命同样经过一个重整的过程 在狱中被锁上脚尿的期间 他开始寻求基督信仰 而且在一个晚上缺自相信耶稣 那天晚上我想起很多以前的事 过去没有觉得错的 今天都觉得错了 比如说以前我不觉得骗人是错的 我骗人是因为人家骗我 我不骗人 我跟人家讲人家会吓到 我偷人家的钱因为我穷 我打人我不打人人家打我 我打人人家才会怕我 我可以找到一百个理由 任何的借口来 来原谅我自己的错 但是 那天晚上我就一一的知道我错了 人穷可以自不穷 别人欺负我了 我不一定要去欺负别人 被伤害了不一定要成为伤害者 那天我就哭啊哭啊哭啊 才知道我很多事情都错了 我把那个枕头啊 哭的那个枕头都哭撕掉了 撕掉了撕了一片 那一天晚上是我决策信主的时候 你知道那天我认完罪 我隔天早上起床 其实那天晚上我很晚睡 其实我没有睡得很好 那一天我真的起床之后 我真的有一种人家说 无罪一身亲的感觉 好像我胸口一个大石头被挪开了 我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意念 那个意念就是 我相信我要跟我的过去划金界限 真的直到那一天26岁的那一天 直到今天25年了 那个念头那个力量 帮助我到如今 我真的没有再回到黑社会 这25年来我没有再吸过一次度 我相信我是那个时候重生的 我在那个时候 早就已经成为全新的人 但就经过了一两个星期 我就受洗 今天陈正修在这里讲解圣经 正修现在是一位牧师 他对不入歧图的人特别关心 这帮听众都是曾经受过毒品煎熬的过来人 陈牧师常用个人的生命见证去影响更多的同学们 让他的生命去影响生命 特别他用他的时间去陪伴这些弟兄 所以他有时候自己开车从南到北 北到东 就是可以去关心这些他关心的弟兄 正修今天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 其实经历了不少困难 当日他刑满出狱的时候 就决定离开以前复杂的生活环境 搬到台湾的南部 回到南部定居就很辛苦了 因为我这次关了四年六个月 回来似乎像是一无所有 所以我就找到一个工作 那个工作呢 那个工作是在工地里面打杂 那我以前没有做过这种工作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是很辛苦的 是要把那个水泥跟沙子拌在一起 然后给师傅 然后扛水泥包 虽然我那时候体力很不错 但是我没有拿过那种 拿过那个锄头 没有拿过那个铲子 所以那么一铲 铲了没有几分钟 手就起泡了 我就把那个手看起来 看到那个起水泡的时候 差一点就流眼泪 哇 我怎么这么辛苦 其实没那么辛苦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过程当中 真的也吃了一些苦 不过我感谢主 就是那半年我都没有离开 几次有一些因素都要离开 差一点跟人家打起来 因为师父讲话很难听 除了重头社会 正修出狱之后 还要面对另一个挑战 就是要跟他的家人和好 尤其是他的爸爸 我在出狱之前 我当时就写信给我的爸爸 然后跟他认错 请他原谅我 但我伤我爸爸太深了 所以他其实曾经 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 我写他的信 他看到是我自己都撕掉 写到后来他打开 看一看 一样揉一揉 又丢到垃圾桶 我快出狱的时候 我跟我妈讲 我回去就要跟我爸爸道歉 我妈说不要啦 不要啦 你不要去跟他道歉 不用啦 我说为什么不要 妈妈你怎么组织我做一对事呢 我妈被我逼 她很单纯 她就说说 你那个信寄回去 你爸爸都把你撕掉 都把你丢到垃圾桶 你跟他道歉 没用啦 我一听啊 那天晚上真的睡不着 隔没有多久我就出狱了 出狱了我第一通电话 就打给我爸爸 她说爸爸 我出狱了 她说那边就很冷淡 我就开始讲 我就鼓起勇气跟她讲 爸爸请你原谅我 我说以前我不懂 所以我伤你伤得非常深 我在监狱是因为信的耶稣 这个信仰 还有上帝的话都告诉我 我是一个不孝子 我伤害你很深 所以我要再一次跟你说 爸爸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你知道吗 我爸爸 我爸爸 我们形容他是个老初 那天他竟然在电话里来头哽咽 那我也哽咽了 那后来 我爸爸说好了 认错就好 认错就好 要好好做人 然后我就退到南部 南部经过差不多一个月 他就带着我妈妈 我们全家 所以我把我全家 在一个教会 全家族在教会照的照片寄给你们 后来因为了改变 我不止跟我的爸爸 也跟我的妹妹 跟我的姐姐同同他们道歉 后来我的家族 因为我的缘故 全部都决之信主 因为神的帮助 正修不单止和家人和好 神亦为正修 预备了一个信任 和支持他的太太 我是在台北更生团契 就是总部那边 我结婚以前是在那里做编辑的工作 那时候正修牧师 他因为对更生团契非常的感恩 所以他只要有放假的时候 就会到我们总部去当志工 比如说贴贴邮票 寄寄信 跑跑腿 看到他本人之前 我大概知道他的故事 第一印象很殷勤 是一个很勤劳的人 我的太太更生团契里面服侍 很多人喜欢他 所以我根本就不敢去追求他 生命其实是改变的 是我改变的 但是还是蛮多不成熟 所以你看多不成熟 我写了一封情书给他 然后他那时候很胆怯 写完信之后 他就趁他要到大陆宣教 写完信之后 把信丢了就逃走了 他想说我逃到大陆去 一段时间 我可以安静祷告 他也可以安静祷告 经过一段时间的祈祷 和教会朋友的辅导 静修和雪梨终于步入教堂 婚后 两夫妇首先完成神学训练 然后在教会同心服侍 六年半的神学训练之后 我就开始当传道人 直到如今 我被赋予牧师的指纹 已经有五年多 一个国中的宗作生 今天可以读到基督教研究 说是毕业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被拆派的这十年 我很多的时候都在监狱 很多的时候都在街头村 那他同时也有在 晨曦会也有在监狱的事工参与 那他又要负责教会的幕会工作 所以他真的是不免不凶 就是取公进去 尽力地在事工上面 尽力摆上 转眼间 正修已经在教会工作了十四年 近几年 神给他一个新的使命和方向 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收入 不管是生活 不管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的爱 其实都让我们很享受 也很想留在这里 但神真的有护照 我再来的日子 会更多更多的参与在 戒毒的领域的区块 过来当中我也有一点点的疑虑 未到我可能要暂时 跟我的太太孩子们分开 就两本奔波这样 大概有四天在外面 两三天回来 我心里有一点煎熬跟顾虑 但是我们觉得很放心的走出下一步 就是知道是神的带领 我们心就定了 听说来今年九月份 要来晨曦会 全时间的投入 我心中是非常兴奋跟感恩的 因为那是神给陈希律 非常棒的礼物 因为将要离开教会的工作崗位 静修安排了一对夫妇来接任 而且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 我们真的对屏东不熟 可是在这个部分 牧师花了好多的时间 就是为了帮我们找到一个合适 然后合宜我们可以住的地方 在这微小的事情当中 牧师很细心 很忠心地为传道人摆上 让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感谢神 也感觉到这位牧师是一个 愿意成为一个仆人心智的牧者 虽然正修的生命 已经彻底被神改变 但是心里面始终有一份亏欠感 其实有时候比较让我遗憾的是那些 曾经让我伤过 我没有机会去跟他说道歉 去跟他说sorry的这些人 不过我也感谢就是透过这些 让我还是带着亏欠 越带着亏欠就越懂得知道 你永远做的都不够 你就知道你要去爱你要去爱 他把那个亏欠放在我心里 第一让我不至于骄傲 我永远做的都没办法弥补我以前的亏欠 原来我说英雄英雄 我从小不就有一个英雄梦 真正的英雄是耶稣 在你的眼眸里是那花的珍贵 是基督的爱基督他 基督他无怨无悔的付出 是耶稣基督的爱 基督他即使再忙再累 他都甘之如意 就算天塌可爱 就算花开不再 但在我身内性最终不变怀 你爱我这真相 如果要对主说什么感恩的话 我只能说主谢谢你 把我重鸿坑里面 这样拣选回来 或者说拣回来 经过你的磨射 以前是一颗又臭又硬的 混坑里面的尺头 今天我尽然尽然 可以成为建造灵工的伙食 陈正修的黑道英雄梦 终于醒过来了 他深深体会到 真正看重祂和爱祂的 是真神耶稣基督 他现在的生命 充满着上帝的祝福 也可以祝福身边的人 他回过头我感谢上帝 上帝我谢谢你 原来这些都是你的预备 我谢谢你看得起我 你让我有一些经历 以至于我更生体验别人的需要 我谢谢你 我要不是走过那些路 我今天就不能 这么轻易地帮助 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你的人生也可以 好像陈正修一样 由周座变成感恩 只要你愿意 用信心 相信这位 可以改变你生命的耶稣基督 请你现在 就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入恩与之星的网页 和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 和你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 愿神赐福你 你那么想破碎不堪的梦 我终于可以放手给予你来 为我收放是你的折楼 有我欠的爱识 唐显生生命制度 原来自己 在你叮的梦里 是那么的珍贵 就算天佬的佬都不变爱 你让我这真相 就算天佬可爱 就算花开不再 但在我身旅性最终不变怀 你让我这真相 就算天佬可爱 滴滴恩与之润 普世华人心灵 恩与之星 以世界各地华人 经历耶稣基督 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 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 也都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 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努力